大家好 今天带全家来又来惠森酒店了 来吃一个不一样的特别的Buffet 他们又开了新的样式的Buffet 我两个女儿已经跑进去了 Emily一转眼就不见了 这里你们就很熟悉了 不需要我带路了 你们前面带路 Emily前面带路 Where are we going 惠森酒店我们也是挺熟悉的 具体看我们视频的应该都知道 我们就环境就不太多介绍了 直接直接到主题美食 今天就是这么一组是吧 这就是一个这个架势 看这个架势 一般人就会觉得是个自助的火锅是吧 刚刚看它价格挺实惠的 啊 是的 我们今天这个是自助的撒店 跟火锅还不太一样 绿绿撒店 我们待会去看看 你要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吗 很多哎 我们一个一个了 啊 我们从那边开始 我们从人少的地方开始 看看有什么解说 鸡蛋饼啊 啊 这鸡蛋饼啊 这是属于主食加一些菜的 是吧 因为这米粉 我来 我要吃的 这些主食类的 这里是调料的是吧 对 这个是调料这样子 整整一排啊 这没有办法 二十种有的啊 啊 三十种 没有办法一一介绍了 大家有有兴趣可以过来尝试一下 这个也是吗 也是直接吗 啊 对的 这是一小碟一小碟 大家自助自己拿的 就是这样子 哎 挺好的 是吧 对 小火锅蒜的 大家就扫着 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看有什么 大家可以视频里面可以大致的看一下 多啊 对 这边就是不一样的是吧 另外一种有 反正两边这两边都是蔬菜 哎 这就是傻叠的风格是吧 绿绿的风格是吧 这里是 但是我觉得比你一般到那些 绿绿的店里品种要多 那肯定多啊 真的 普通的绿绿店其实其实品种不多的 他在他猜在这里有 你看这个光丸子 我往后退一退啊 光这个丸子类的大概有二十种 就这些二十种二不止啊 大概三十种也差不多有三十种这样穿起来的丸子类的 三十种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这里还有 还有这些是 海鲜类 我还看到小龙虾了 我还看见 这是海鲜类的 生蚝也有的 哇 生蚝酸绿绿我还没吃过呢 哈哈 这是虾 这是小龙虾 这小龙虾真的很小 这小龙虾我感觉不是 品种跟中国的不一样 啊 真的是小龙虾啊 没中国的大是吧 对对对 我不知道这个是中国来的 还是马来西亚本地的 哈哈哈 不懂哎 然后他这里也有 贝类蛤类 然后一些鱼片鸡肉 然后羊肉牛肉之类的 啊 是的 这个是肉类去的 巧克力塔 对 哇 这个可以的呀 这个 我的Amy 你来猜你走好吧 你这边烧的一下 啊 巧克力自由了 实现 他这边有 有那个棉花糖的 可以做巧克力 巧克力酱的 他的水果应该也可以做巧克力酱的 也很特别 他这里还有一些干的 这个 猕猴桃的 大概是菠萝还是芒果的 哇 这个很特别 这个又好吃又好玩 小朋友肯定特别爱 怎么做的啊 你看看啊 你自己来吗 把它穿起来 洗过手了对吧 对 哦 做了一个 Mushroom chocolate bar 哎呦 真不错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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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enough 我大女儿是拍照的 不是来做的 怎么样 棉花糖巧克力怎么样 浓瓦的巧克力啊 好吃 还热的是吧 热乎的巧克力 都不知道在拿什么了 都太多了 是吧 对 你就先每样拿一串 然后你就 待会爱吃什么 就继续拿 对 对 Emily老师现在显摆 什么都要 什么都要自己来做 哎呦 哎呦 be careful ok 我们刚刚点好了锅底了 这个是撒跌的 哇 浓浓的厚厚的酱汁 好多花生啊 对的 是的 太香了 香啊 香的 先来一碗这个酱料也可以 哈哈 这个是东样 它是火锅和那个 火锅和撒跌一起的 我开始以为只有是撒跌的 原来它是还能体验到火锅 它东样还有还有十几种 那个 对 什么鸡汤的 鸡汤的 蘑菇的 啊很丰富的各种可谓都可以选择 哎呦 Let me have a look 来 show me 哦 大部分 yes very special flower right mushroom flower 哦 哦 mushroom flower good 这个应该是牛肉 它们的肉应该都是很好吃的 你可以随便的 羊肉 羊肉要炖一会儿 啊 选的应该都是很好吃的 很好的肉 这个肉 哇 是吧 啊 品质都可以看得到 很美的 是吧 你去跟姐姐去拿吧 鸡肉 这个是 啊 够了宝宝 OK 这肉都是超大块的 哈哈哈 超大块的肉 啊 这边是肉的 对的 那边是海鲜的 sifu right 好啊 满足啊 超满足 超满足 go 看看 来 真正小龙虾啊 哈哈哈哈 妈妈 开始吃了 我们先开始吃起来了 行走的 行走的牛肉 哈哈哈哈 感觉这还是熟的 已经煮过的 半熟的 应该是 不是那种 那种 活的那种小龙虾生的 因为磕已经红掉了 对 应该是灰色的 啊 它稍微应该是 煮了一下 应该是 然后再保存的 先咬一碗 sadet的汤 看看我们这个 汤的感觉啊 这就是 浓稠用料 讲究的这个汤 真的是小龙虾 小龙虾就享受 这个播客的过程 呦 这个小龙虾的肉 真的很饱满的 还有黄的 你看 还有黄的 是哦 怎么样 肉质弹啊 有上海的味道 有上海的味道 哎呦 有上海小龙虾的味道 上海小龙虾 十三香啊 还有什么 什么口味 我都快忘记了 真的是 他女儿试的是 河里面的小龙虾 你这个是海里面的小龙虾 是吧 真的 挺好剥的 这个壳是吧 啊 周明这个虾就新鲜 啊 对的 吃虾很方便 来 拔掉 哇 你这是东样里面煮的 是吧 对 你可以 你能吃到这个虾的 刚刚应该 再蘸一下这个 撒掉的料 剥好了 蘸一下撒掉的料 更好吃 我告诉你 没有那么多调料 我们一样都没有用 啊 我们还没有调料呢 先这个就 我觉得就已经 很OK了 hungry hungry emily 羊肉也很好吃 我这羊肉烫了这个 撒掉里面的 已经酥了 非常好吃 这肉很好 他们的肉很好 这羊肉煮的已经是 不是很 酥烂的那种 但是咬上去就可以 很轻松的把它 咬 咬 就是咬碎 然后没有筋的 这羊肉是没有筋的 所以不会 对 所以什么咬不烂的 在嘴巴里面 我觉得惠胜 经常会推出一些 比较有创意的 这个 这个想法 这个构思 还挺不错的 这就是不停的在 用心在做这个 创新 然后做一些 改进 吃小龙虾 你要看它的腮 它的腮是不是干净 如果是清水小龙虾 它就是很卫生的 就是有的水脏 它养出来 小龙虾就不太卫生 小龙虾 和东样 你们两个哪个好吃 觉得主生好 这个太奢侈了 真是 小龙虾 龙虾在里面跳舞打架了 真是 海虾 河虾在里面打架了 这么丰富的一锅 要亲手来做个卤椒 来点黄瓜 是的 这个在叶子上面 是按金量来称的 100克多少钱 是吧 对 也有卖的 各种各样的水果 放在一起 稍微来点试一下也可以 还这边也可以的呀 这边也是卤椒呢 还是卤椒的 卤椒的 啊 水果卤椒呀 这个是 羊桃的 芒果的 菠萝的 可以了 撒上点芝麻 多多芝麻 不用抖 你手不用抖 一勺下去 然后我又要好看一点 来来来 还要 墨 墨 义太罗家啊 制作完成 啊 这是我爱吃的 布朗尼 还可以来点甜点 拿一块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拿两 拿几块 我爱吃的 我肯定爱吃的 这里做的 我肯定爱吃的 我看不见 你看不见 哦 我太太感动了 看看 它这里有 看 哇 这个是 巧克力 一个是 我喜欢 小葡萄 小葡萄 一个是 维尼拉 这个 哦 还有这里的 两味道 两味道 我喜欢两味道 OK OK 我帮你 OK 我觉得 惠圣的肉 我真的吃过了 我要再给大家 来个特写 要重点介绍一下 这个我再吃 看见 这个是羊肉 他们这个是羊肉 真的是超级好吃 这个是牛肉的 应该是一个部位 它这是牛肉的一个部位 它是这么来穿的 然后这又是牛肉的另外一个部位 这两串 各有各的口感不一样 然后这个是 鸡肉的 看看他们的肉 是不是看上就是很有品质的 鱼肉我忘拿了 哈哈哈 真的没有品质 他们鱼肉真的也很好吃 开始输入你的战果了 是吧 就这么点啊 不至于啊 这边已经放不下了这么多 今天吃了多少串 一百五十四串 今天多少 一百五十四串 一百五十四串 大人是六十八一位 然后扰人的孩子是 对价 三十四块钱 你觉得值不值啊 超值是吧 它有多少 一百五十种的 这个菜可以选择 只有周五周六才有的 六点到十点 六点半到十点 它不是每天都有的啊 大家最好可以上面有这个电话的 可以过来 电话咨询一下或者怎么样的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一百五十串的签子 是你们的记录 应该是打破不了了 很久打破不了了 好的 拜拜 拜拜 拜拜